艾图陈亚兰之妖前往中世录结婚真好 在节目中畅谈她的夫妻相处之道 此行前来当然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能够早日帮亚兰姐 找到一段好姻缘 亚兰虽然是我娶出来好生 不过我听她好像娶我女儿 我也很关心 关心她说 以后能够找一个 如意的龙君 能够来听笑 一个比我还会归属 说到艾图 亚团长更是仔细的帮陈亚兰挑选这家的人选 内心也在看 眼睛也在挑 因为我都很注意 也是来在那里倒吹 但是这缘分很难说 这缘分 要靠缘分 有时候我看有感觉 他没有感觉 这就是要靠自己的缘分 看他可以再找一个 真好的基础 可以听他的声音 能够邀请到亚团长亲自前来 身为后辈的陈亚兰 自然是相当的感激 我从来没有开口 要请他来上节目 那这一次呢 他看过我们节目 觉得我们节目的内容 蛮扎实的 而且很温馨 那我也是顺口提说 你要不要来上啊 因为这都是一些 名人夫妻的访问嘛 那对很多观众也有很正面的意义 那他说 好啊 可以啊 我也想到他那么阿沙里 说到自己的婚姻 亚兰姐不好意思的说 还得劳烦大家长出面 真的很过意不去 他之前曾经帮我介绍过男朋友 可是 嗯 后来都有某些因素啊 那我觉得 他到后来告诉我说 谁缘啊 反正缘分还没到 终究是要嫁嘛 那可是缘分还没到 你也不能强求 不能随便抓一个就结婚了嘛 我觉得他这个 观念告诉我 就是说 嗯 你必须要眼睛睁大一点 亚兰姐说 从杨端端身上学习到夫妻相处之道 更体会到结婚真好的十之一 对他来说 可是受益良多 SED新闻 沈美军陈世宏采访报导 对他来说